现在红军村的情况比较有危机 主要是因为原本在东线的精锐部队 抽到库斯克去 导致现在东线整个防御 几乎用崩溃来形容 俄军进展非常非常快 过去我们都认为 今年年底之前 俄军倒到红军村 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因为库斯克那个战场一开 兵力一抽 你等于是把门打开 不会因为红军村而崩溃 但是红军村会是造成 防线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乌军所有的后勤补及线 必须要重新建立 所以你会有一段时间 你前线的士兵会缺乏弹药 缺乏食物 缺乏油料 更重要的是现在快冬天了 所以俄军选在这个时间 去打红军村 是经过精打计算 这一线的乌军 怎么度过这个地方的冬天 这地方冬天很冷 乌克兰议会当中 在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 素有女都军之称的 这位女议员叫别祖格拉雅 这几天她强力地抨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 她说因为库斯克 她也觉得是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导致整个乌冬 现在全陷入危险 因为她说乌军正在 从盾内茨克撤退 整条前线陷入困境 而且弹药供应不足 导致俄军正在穿越 无人守卫的防御攻势 俄军占领红军村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下面这个地图 你可以看到 从盾内茨克一路往西打 她说红军村恐怕也快要被打下来 守不住了 我想先请教邱老师 红军村真的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俄军给攻陷吗 如果真的打下来之后 它对于这个战事的发展会是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让观众理解 现在在这一线 俄军正在进行他们的夏季公式 那这个夏季公式的战略目高 就是接近红军村 红军村 它不一定要打下来 因为红军村它是一个 目前在盾内茨克战场上面 乌军最主要的后勤 补给的枢纽 那你不一定要打下来 但是你控制它对外 所有对外的交通 红军村就失去作用 那当然现在红军村的情况比较危机 因为主要是因为库 就是库斯克那边 乌克兰新开了一个战场 那把大量的原本在东线的精锐部队 抽到库斯克去 那导致现在乌克兰在东线 从纽约一路到红军村 整个防御几乎用崩溃来形容 俄军进展非常非常快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 在今年年底之前 俄军打到红军村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本来是这样以为 本来是这样以为 但是因为库斯克那战场一开 兵力一抽 你等于是把门打开 让俄罗斯的中央战术集群直接往红军村的方向走 那红军村如果 最主要是因为乌军失去红军村 会对整个乌军在乌冬的战场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您觉得顿涅刺客这条防线很有可能就会崩溃吗 也不是 就是不会因为红军村而崩溃 但是红军村会是造成防线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红军村掉了以后 整个顿涅刺客这一面的战场 乌军所有的后勤补击线必须要重新建立 而重新建立必须要时间 所以你会有一段时间 你前线的士兵前线的单位 会缺乏弹药缺乏食物 缺乏油料 更重要的是现在快冬天了 所以俄军选在这个时间去打红军村 是经过精打计算 如果他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有没有打下红军村 只要对乌克兰在顿涅刺客这一线的后勤 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未来接下来冬天 这一线的乌军 很可能 你如果得不到补给 得不到油料 那你要怎么度过这个地方的冬天 这地方冬天很冷 对啊 除了这边很辛苦之外 我再请教您 现在深入到库斯科境内 一路往北的 现在大家也在担心他们的补给不够 接下来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办 如果我们引用一些国外军事观察家 就是美国智库 他们的结论就是很简单 乌克兰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快撤 赶快后撤 你后撤你保留下来的兵力 你还可以赶快来东边来救 这是第一个快撤 第二个不要再冲了 就是就地巩固 争取一个缓冲区 所以昨天泽连斯基讲的就是他已经修改他的目标 他之前的目标就是因为他想要占一块地 然后可以迫使俄罗斯上谈判桌来谈判 他昨天的说法已经改了 他解释库斯克这一块未来会成为一个乌克兰的缓冲区 缓冲区就是他不会再 他没有办法再往更深入的地方进攻 这也是我们在看库斯克的战局正在慢慢慢慢逆转 可是这个逆转赶不上东边 所以现在双方的情况就有点像这样 就是趁你去打库斯克的时候 夏季攻势的速度突然加快 所以我们看即便库斯克 就普丁面子很难看 就是等于你被乌克兰打进自己的领土里面 但是普丁很能忍 而且他看到他老神在在也去其他像访问什么的 因为他们很快 他在第一时间非常混乱 就整个俄罗斯 我们讲库斯克的事情发生 至少在半天之内 俄罗斯就是莫斯克震动 从军事到情报到政治 乱成一团 但是普丁在很快的时间把这个情况控制住 所以现在便是对乌克兰来讲 他建立一个缓冲区 也许就是在未来 他可以用这个缓冲区去跟人家 叫俄军现在占领的缓冲区 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那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这边 8月22号他们表示说 副部长佛明在莫斯科和中共解放军陆军司令 李乔明会面 双方讨论了当前两国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 文老师 这个共同关心的军事议题 您觉得可能内容会是什么 因为他们当然不会讲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 那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如此的密切 高层如此的复访 像我们看到说其实不仅李强 连副总理何立峰 国务员陈宜琴 也都是一样在俄罗斯在进行访问交流 那如果就军事上来讲的话很清楚 因为外界之所会关心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李乔明在的时候 就刚刚像四昌兄所讲的 刚好是乌克兰打入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境内 所以才引发外界的关注说 那中俄在这个问题上 连陆军司令都来的双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密谋 来进行因应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你去看一看 其实你仔细看 在今年7月份 中俄本身是什么 7月份就2024海上演习 那如果海军有了 那其实就陆军司令来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的 好像外界要赋予它很大的一个想象跟空间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怎么样谈合作来讲的话 都很明确的不大会涉及到有关于武器 弹药跟军事设备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是在美国跟西方国家高度的所谓监控下 但是中俄本身做一个大国之间 在军事上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资讯跟加强 以及探讨全球跟周边当中 我相信应该是这些问题会被广泛的谈论到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那具体谈论内容 他们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布 但是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应该也不会碰触到那些敏感的 包括像弹药武器等等设备的问题 我像李强因为他主管是经济 在军事这部分的话 因为想说建普丁的话 最近也看到其实是双方应该是针对 未来在北极航道这个部分 要如何去共同开发跟怎么样去布局 那刚刚讲说中俄之间 当然这个美方一直在盯着 那现在看到是北韩这边 北韩在乌克兰的军队攻进了俄罗斯的本土境内 他们就透过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乌克兰 说这是入侵俄罗斯 那也是受到了华府跟西方支持 不可原谅的恐怖行为 到目前为止 普丁其实定调这次的所谓的军事行动 其实是一场恐怖攻击 那所以大使您怎么看 北韩接下来会怎么样去支援俄罗斯 在武器上面还是在人力上面呢 其实这个普丁对于这个 这个北韩朝鲜伸出这个友谊之手 基本上动机就是俄武战争 对 因为这个其实北韩过去 他尤其朝鲜在发展这个核武的过程中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跟这个全世界大概主要国家 都是一个立场反对 这个北韩走核武这条路 因为这个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可是这个俄武战争后改变 就发生以后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普丁的这个东向政策 除了对中国大陆寄予厚望之外 对于这个朝鲜 他的这个立场也有改变 那么你记得这个金小胖 这个去年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那时候普丁是在东方卫星发射场接见他 那个就意涵非常清楚了 北韩就想发射洲际导弹 就想这个洲际导弹有技术突破 果不其然 见了面以后 没有两个月 北韩的那个 为长城的这个 这个导弹射射就成功了 那这里面就是说 美国可以借着 借着不管是日本也好 借着这个南韩也好 借着菲律宾也好 达成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目标 那俄罗斯也要这样玩 所以其实北韩现在就是说 已经是俄罗斯手上一张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了 那今年七月甚至 也就是说六月签署这个全面再回来 大概没有多久 这个西方媒体就一直有报道说 在俄乌战场上发现 这个北韩的飞弹的残骸 所以说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这个一个要弹药 一个要科技 老师这么看 我觉得 这个外界当然会 会有很多猜测 比如说朝鲜是如何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它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突破 我们知道过往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发射失败发射失败 就会往上跳一级 没有这么快的力 你点科技术也没有这么快 那我觉得 我可以补充一下 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 俄罗斯国防部跟中国大陆 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之间的沟通 五月老师讲得非常对 就是现在西方 就是不管西方 就所有的都在盯着 中国跟俄罗斯 那其实可以交流的 更重要的东西 是情报跟产生 因为你在战场上面 如何处理 北约的这些武器 未来都是解放军非常需要 乌克兰的军队持续进攻 在俄罗斯这边的 境内的库斯克州 透过这张图卡 你可以发现 库斯克州在这个地方 莫斯科就在北方不远处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进攻 会不会威胁到俄罗斯 现在国际也在看普丁怎么做 那俄罗斯外交部 在8月16号 他们也指控 说乌军使用了美国 海马斯火箭炸毁 塞姆河上一条俄军用来 运送士兵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的大桥 而且还宣称 捡到了北约的武器 包括美国跟瑞典制造的枪械 那这是不是意思说 北约你现在也掺了一脚呢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大使我请教 之前本来北约说不参战 你乌克兰跟俄罗斯你就是打 但是我们支持你 可是我们不参与 可是如果这个默契被打破 您觉得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局势会是如何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资源 美国跟北约 资源乌克兰打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 可以说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就是放空 放松了对乌克兰这个军队的限制 让乌克兰军队直接打到俄罗斯本土 其实俄乌的这个边境非常的强 非常的长 那事实上要进入到俄罗斯本土的话 并不是难事 他这次打库斯克 一下就一次就横扫 然后进去都大概推进三十公里 对是很快 而且没有得到什么大部分的抵抗 而且居民现在已经俄罗斯主动撤了 大概我看上次数大概十七万平民 那现在占据的整个领土 大概有一百一千多 一千多平方公里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事实上在 在这个整个乌军的突进的力量 好像现在停下来了 那再进入这个省的 这个州的这个首府的 现在大概还有差不多 将近一百公里 那可是俄罗斯现在已经在后面 修了一条很长的一个壕沟 站好 那是防坦克的站好 四十公里长 那还是前两天的数据 现在可能拉得更长了 那也就是说 前面让乌军进的很快 那么现在就是开始在挡 那这个我们就从 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搞空城记 就是说 请军入瓮 请军入瓮 这个很难说 战场上都是虚虚实实的 可是有一点就乌克兰也发现说 这个他们进去是没有 没有跟俄军有重大的这个 这个好 这个 这个正面的这种交锋 交火是很零星的 进去很顺利 那可是现在就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大概乌军进去大概一万多人 那一万多人都是精锐部队 然后用的都是怎么讲 用的都是西方给他最先进的武器 有这个好英国的坦克 那么美军的武器也在里面 那俄罗斯方面就是说 他说他们已经抓到一些俘虏 证实这里面有大批的北约的军人在里面 有波兰人 有英国人 那在俄罗斯内部就这个 整个媒体就不断的宣扰 说这个是有有这些这些好北约的人 这是北约的 北约在参与的 然后呢现在俄罗斯群情激愤 群情激愤 他们有学者甚至公然讲 他说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战略性核武 您觉得普丁会怎么做 我觉得普丁的话基本上 如果说他能够撑得住的话 基本上他也不会做太大的一个 这个因为这个对你说 真的对今天这个战局的扭转 会有产生决定的因素 我看了很多像德国的这个明镜杂志 他最近一期就明白讲说 这个乌克兰短期他是获得了进展 可是长期对他来讲他必败 根本不看好 很多这个西方战略就不看好 那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普丁是用这个部分来煽动他 用他来激起俄罗斯整个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他的这个专家就出来讲说 应该用战略性核武 而且打哪里呢 应该打利沃夫 而且现在打进俄罗斯境内的 你说这支精锐部队 最近看到很多军事分析在讲是 现在他们要面临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于你后方的补给够不够 你前面进去了 然后你后面的补给如果不够的话 你能打多久呢 好 那现在在这个发动对库斯克的起习 我们讲说起习这个进攻之后呢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了 呼吁各方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就是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以及各方不拱火 乌克兰东亚专家呢 也分析了北京的立场 认为中方目前仍然判断是 普丁可以牢牢的掌握政权 也不相信乌军有能力能够改变战局 但是北京还是高度关注 乌军打入俄罗斯的境内 打到了本土境内 所以也当然不希望发生意料之外 黑天鹅的事件 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还有包括重要的中俄关系 师总 所以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觉得中方有可能会进一步 就真的进一步出手呢 刚才主持人提到黑天鹅 我觉得会不会有黑天鹅的一个关键是 目前的这个乌克兰战争 它到底是升温 剧烈的升温呢 还是持续的在逐渐的一个降温 我觉得刚才介大使 对于那个乌军 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活动 描述的一个非常精准 那台湾媒体都比较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一个叙述 我们如果看台湾媒体 甚至看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会以为说 突然之间乌军好像大胜了 不是啦 在此同时呢 俄罗斯也逼近Dansk的几个战略城市 还没有站立 但是逼近 你整个战局算起来 基本上还是俄罗斯 赢多疏少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乌军目前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政治上怎么解读呢 其实那个泽伦斯基 他旁边最重要的一个幕僚 也就是那个乌克兰的协商代表 Portoliak 他自己在英国的那个 The Telegraph报纸上面 他讲得非常很清楚 他们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的一个目的 是要让俄国常受显著的战略挫败 这个战略挫败不只是军事的 是军事外交跟经济的 那为什么要让俄罗斯觉得痛得一下 以换取公平的谈判过程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 他是首席智郎 他就是Portoliak他的背景 他学医的 然后后来他长期的在媒体服务 然后进入政界之后 他一直是泽伦斯基 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盟友 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讲的话 可以定义目前俄罗斯的一个 外交的政策的一个方向 就是最终就是要回到一个谈判桌 目前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在军事上稍微扳回一层 然后最终要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 乌克兰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重的筹码 他的话还要从这三个月 比如说泽伦斯基跟中国大陆的互动 包括他们跟习近平的互动 一整个看得起来 就是说谈判桌是乌克兰要的 只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们也还要看国内政治的影响 看国际局势 看拜登的一个态度等等 所以中国的出手 中国一直在出手 那我觉得中国目前 最近讲的这三个重点 是中国大陆外交部一贯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要谈 那你乌克兰你必须要所准备 你要割舍出什么 对 所以我不认为会有怎样的一个黑天呢 归根究底 其实乌克兰的动作就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 那当然BBC也盘点出了 俄乌两国所出产的重要战略物资 在这个俄乌战争下受到多大的影响 战略物资包括了小麦 古物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再到黄金 还有铜矿 以及其他的贵金属 特别是在画面上我们提供给大家看 乌克兰是高纯稀有气体奶的主要供应商 它占了全球高纯奶气的出口将近有70% 那么奶气是用在制造半导体图案的光刻 美国晶片产业所使用的奶气90%是来自于乌克兰的 在库斯克这个棋袭之后 俄罗斯政府现在也发表声明说 9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 今年年底以前要实施汽油出口的管制 现在宣布汽油出口被管制了 会不会进一步的去影响到油价 重要这些原物料的供应 然后进一步会去影响到通膨再度的发生 赵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去影响的 那如果比如说在讲到说 我们比较常提到的半导体供应链 因为主要奶气它是来提供所谓半导体去做光刻的 那目前我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头痛的是 现阶段第一冲击应该是美国跟日本 因为其实主要很多的原料都是来自于美日 那再放长远一点 那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供应链 那其实 那如果会影响供应链的话 要怎么避免 那在前一阵子其实从疫情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检讨自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任性 那包含其实美国有提出有案外包 那希望就是美国的供应商们 能够到印度波兰跟墨西哥 离美国本土近一点的地方去做工厂 其实这样子 美国虽然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效果并不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东西在哪里做 还是取决于说我的品牌商 比如说苹果 那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苹果很大一部分的制造厂 是过度集中在亚洲 那美国其实也有去注意到这一点 那假设如果真的要让整个供应链 能够比较安全的话 其实它会强迫所谓的制造商 往亚洲以外的地方去设厂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以台湾来说的话 就可以就可能会面临到 我们的产业可能会被迫 去变成所谓的产业空洞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做注意的 跟观察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你说一拉的话 不是只是单一起 是整个供应链都必须要外移 这是台湾必须要面临跟思考的问题